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理说我该信呐 但是对不起 这一次我是预言家 如果你没有机会发言出来 验一下1号吧 好吧 老B 我真的不是不信你 好吧 我其实就是不信你 玩啊 你怎么那么怂啊 你是枪牌 我都知道你是枪牌 然后还刀你 你牙太脏了 你牙太脏了 这没有这么玩 好吧 不装了 笑什么啊 很好笑吗 各位嘉宾你们好 欢迎来到本期Lyingman的录制现场 本期游戏中 我们迎来了一位新嘉宾 11号玩家Green 就上一盘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 暂时TV和NASTV合作办的嘛 然后NASTV上一个选送的选送的选手好像 不是很给力 我代表 我代表暂时TV来 这才好 暂时 暂时 证明一下 好吧 接下来 我将重申狼人游戏的规则 具体规则如下 狼人游戏分为两大阵营 平民阵营由神明和普通村民组成 平民可以在白天通过全体投票的方式 放逐出隐匿在身边的狼人 狼人被全部逃出责平民胜利 狼人可以在夜晚选择猎一名平民 白天则隐藏在好人当中 误导大家投出好人 击杀掉全部好人 狼人阵营胜利 本次狼人游戏包括四名狼人 三名普通村民和四名神明 神明包括 一元家 女巫 猎人 丘比特 因情侣的各自身份不同 丘比特和情侣获胜目标也有所不同 主要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 情侣同为好人 平民阵营胜利 情侣和丘比特都胜利 其二 情侣同为狼人 丘比特需帮助平民阵营胜利 情侣则帮助狼人阵营胜利 其三 如情侣的身份为好人加狼人 则形成人狼猎 丘比特情侣形成第三方阵营 需图成杀光其他所有人 如情侣出局 丘比特独活至最后也可以获胜 各位的初始筹码已经准备完毕 接下来我将说明筹码的使用规则 每局狼人游戏的胜利阵营获得筹码奖 平民阵营获胜获得一枚筹码 狼人阵营获胜获得两枚筹码 人狼链阵营获胜则获得五枚筹码 全部进程分为两轮 每轮三局狼人游戏 每位玩家其实拥有五枚筹码 第一局的押注上限为两枚 第二局三枚 最终局五枚 如当局游戏获胜得到双倍奖励 失败则扣除押注筹码 第一轮游戏结束后 十一位玩家的筹码数将被记录 第二轮开始时重置所有筹码 重复以上过程 两轮的最终筹码相加 排名前三的玩家胜出 第一局狼人游戏即将开始 请各位玩家看排并下注 本局游戏押注上限为两枚筹码 1盏 2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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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局游戏将带给观众丘比特视角 观众只能知道丘比特的身份 丘比特请睁眼 丘比特 今晚你可以指定两名玩家成为情侣 请确定你要相连的玩家 丘比特请闭眼 天亮了 现在开始警长竞选 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 请举手 三 二 一 一号 三号 六号 七号 十一号 五位玩家竞选警长 从一号玩家开始发言 明镜名隐上身份 我这座位参与进选 是因为我感受到了很强烈的杀意 这个房下对跳 过 给我 是吗 我必要关注血缘的身份 因为总是 之前我没有看到血缘的 我之前 我之前 以前做的座位 看不到血缘的眼神 但是我觉得这次血缘的眼神 觉得他探索的那个欲望特别强 一直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必要关注血缘的身份 我是一个平民 我在掺和的 防对跳 强民防对跳 过 该我的吧 我后面就两个人 我是一张好人牌 我觉得前面两个 里面应该有一张老人牌 可能是看到我举手了 所以不敢汉跳了 后面两个如果有对跳的话 可以把票给我 强身牌 过 原家查杀10号 下轮验3号 景辉刘不用说了 三个要是好人 我就死 我死了之后 我把那个就给就可以了 他要是狼的话 但我觉得 先看反正第一轮能发炎嘛 反正先看第一轮死没死人嘛 就知道有没有用药 这轮直接查杀10号 过了 自爆 10号玩家自爆 本局游戏 景辉流失 没有警长 同时 跳过白天发炎阶段 前面没有人跳强绳 前面没有人跳强绳 所以说11号很有可能是一张强绳牌 11号很有可能是一张强绳牌 尽量能刀女巫就刀女巫吧 好吧 那11号应该是一张强绳牌 还有就是 行了就过了吧 我也没什么信息 走吧 昨天晚上1号玩家死亡 请留一言 我就知道刀的是我 哎呀好 狼找齐了 基本上来说 这一局呢 狼的画圈就是这样的 我四五两个应该是两头狼 四五两个应该是两头狼 KK小神应该可能是一头狼 我为什么说 我感受到了强烈的杀意 我井上竞选 我是个饼 你们没想到吗 我感受到了强烈的杀意 厉不厉害这一招 我就知道他们今天晚上要刀我了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很简单 我在井上竞选的时候 说我是名级名级上的身份 现在告诉大家 我只是个平民 我没有任何身份 不用担心任何问题 我们现在好人还在优势 7号预言家是真的 大家听到他的这个真预言家 分析可以 我的怀疑圈就是四五八这一局 就这么简单 我觉得狼人可以到11号啊 你去刀吧 去刀嘛 肯定是辆枪牌 过 天黑 天黑 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天晚上 11号玩家死亡 没有遗言 我认误这还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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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认误这还没问 从死者左手边二号玩家 开始发言 二号平民 这局的话 我觉得我们跟七号走 我觉得算 然后的话 我觉得上一轮的话 信息很少 信息量很少 我觉得刚才 那个竞取警长的人里面 我觉得应该会有匪 我认为 竞取警长里面没有匪 然后的话强神 现在六号是强神 十一号刚才走 我感觉可能是 可能应该是强神 那家伙强神出来差不多 然后剩下的 剩下应该就是狼了 我觉得六号什么应该做好 我觉得六号什么应该做好了 然后这样的话 我觉得剩下来的八号 九号 五号 四号 三号 二号 基本就我们这里面几个 然后现在的话 我觉得我们还是 不要占油了吧 现在还是 过了 我也不知道占不占油 现在那边死了是个啥 他们说觉得有可能是牛 如果死了是牛 那就很麻烦了 反正现在我是一个好人 我觉得七号 昨天说厌我 估计也确实是厌我 我是一个好人 然后说到头谁说 这全是没发过言证的人 我是不知道该怀疑谁 我觉得头也发言 我听起来还行吧 我也不敢说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 反正就听四五六七八发言呗 我说七 不是到底七八是几号啊 我听四五六八九发言呗 听七号的吧 七号大概是厌的我 那对我来说就相当于没有厌 是吧 都没有信息 哎呀 听后面说话吧 我是一个平民 反正我每轮都竞选一下是吧 确实是平民 过 我就奇了怪了 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上一期放的狠话 但是我那是开玩笑的 不要以为我什么杀气有这么重 我没那么记住啊 上来就直播 哦四五八 肯定是狼看那个样子就是狼 我如果是狼 我直播吃翔 我话就放到这了 是吧 关键是我经常吃翔啊 对是吧 嘿嘿嘿 但我真的不是狼啊 我只是个平民 现在认真的说啊 因为现在信息太少 然后六号有竞选警长了 六号跳的是一个神 是不是六号 我不记得了啊 反正我也不乱指 我一个名我没什么好指的 过 五号也是名 但是我和驼爺想法不太一样 我觉得场面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吧 因为十一号他走 就他首先竞选 他有可能是一张强身牌 就是我也 我也不说他是什么牌吧 我也不说猜的是什么 但是 现在又没有警徽 就是预言家坐实了 但是没有警徽流嘛 然后你也是做好准备 先把上一轮的验人说清楚 然后 这一轮可能 你要是上一轮验的是金水 这一轮就得升推一个 你觉得前面推哪个好 或者是后边有谁发言不好 但是到你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要给出结果了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民没有信息啊 到你这儿的时候 你 你得把矛头指向一个人 我 前面这几个人发言 我觉得 好像都还行 但是又 又没有让我觉得身份特别做好的 然后 都有点怀疑 但是又不能确定 反正你看看你给一个 你先给一个指示 现在你又不是归票位 然后 后边还有两个人 你得把这个话说死 不然万一 被什么狼同伴往外掰 又很麻烦 我觉得 这一轮 反正 挺慎重的 然后我过了 我觉得 三号像一张狼人牌 不过 这个可以等预言家发言了再说 三号像狼人牌 我就 八号可能又拿到了一张狼人牌 我是一张平民牌 我不是一张强势牌 我是一张平民牌 女巫应该还有药对吧 晚上可以救七号 听七号发言吧 如果人狼恋的话 七号应该这晚就死了 所以女巫应该不在 人狼恋里 如果是人狼恋的话 先听七号发言吧 二号 我不是先听七号吧 过 我昨晚没有三号 五号发言 我觉得不好 第一个是我也平民 五号也是民 但是我和驼爺想法不太一样 这话我特别 我特别忌讳别人说我也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五号 我下一轮会验 而且五号一般当好人的时候 他会帮助好人去找狼 这一轮基本上 就基本在跟我说 让我怎么怎么玩怎么玩 所以我觉得五号的发言 跟往常不一样 也就像他的狼面发言 所以我怀疑 我给 我踩五号一脚 四号本来刚开始 我也想踩的 这个贴脸是发言上 我觉得他可能真是个好人 六号好像在给女巫低话吧 是不是真有人狼练 我不知道 这种情况下 你又要去排狼 又要排人狼练 太费脑了 对吧 上桌没验三号 三号 我觉得他发言还凑凑活活 我可能会去找机会验 我先不说 反正也没准备了 上桌验的八号 八号使之狼 这轮直接出八就行了 哎呀八号没爆 没炸出来 上桌验的三号 这真不是啊 我还以为能炸出一只呢 没炸出来 三号是我给的金水 上桌验的三号 三号好人 嗯 没办法啊 既然五号说两声推一只 走走你吧 好吧 推五号吧 我没办法 我这个位置 后边这两人我听不出说话 我我我我我 我要听完八号说话 我能确定他是不是狼 前面这一圈停下来 四号都那发言的 肯定是好人 三号是我验的好人 二号发言还可以 五号这边我也平民 我总感觉二号五号有有问题 但我觉得二号发言 比起码比五号好 我就这周先把五号出了 八号这盘 应该不能再拿狼了吧 再拿狼就炸了 盘盘拿狼 八九号可能里面有一只狼 看看八九号发言吧 这周八九号发言挺重要 你们俩好好聊 因为这周我推五号 下周我就验你们俩 只中一个 好吧 因为我肯定下周再刀我 没什么 应该我不会死吧 应该好像还有样子 过了 二三四五 二号没说身份 三号四号都是民 二号五号 主要是二号 你穿了民的衣服 现在告诉你我是民 好吧 然后不能排班是狼 排班是狼的话我不玩了 然后现在二三四五 二三四五里面一到两狼 血缘没说话 那么走了一个狼 就是 我这把妥妥的好人 然后你让我分析局势呢 我就以一个名 我告诉你我就是个名 所以二三四五里 肯定有人穿我衣服 他们肯定有换人 然后你自己你就验就行了 过吧 终于到我说话了 我本来怀疑的是三号五号八号 是剩下的三屁狼 然后我现在开始 因为三号是这个孕家给的精水 前面听孕家的发言 我觉得他的发言也有点混乱 一会说三号没咽 一会说三号没咽了 所以我现在也不是很感性 但姑且孕家查杀了十号 十号报了 所以这孕家肯定是可信的 三号是一个精水 那么在三号是精水的情况下 我愿意相信四号这一轮 那么诚恳的一个表情 如果他愿意想吃的话 那也是他的问题 但是我相信这一轮 他应该是一个名 所以我觉得二号的发言 还是有一点问题的 二号说我们现在局势非常好 我感觉他是想帮好人 再安慰一下好人 但其实作为一个狼的话 这样说其实也有道理的 五号说了一句话 他说免得后面的狼队友去归票 后边还有两个人 你得把这个话说死 不然万一被什么狼同伴 往外掰又很麻烦 但我想说是二三四 发完言之后 他没有说投任何一个人 狼队友为什么要去归票呢 就他们在说完之后 他们没有表面上说 这一轮我票谁 他们只是说我听原家的要票谁 然后只有你说了一句 免得狼队友帮他去归票 就我觉得你感觉像说 这个后面肯定是有狼 我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才一开始感觉 是三五八是一匹狼 但是如果八号 我现在暂时先放过你吧 我觉得这回合 我觉得三号五号里面 因为三号是精水 所以我觉得这回合 我肯定是选要出五号 之后的话我会怀疑 二号的一个身份 我是一个名 可以来验我 过 全体玩家发言完毕 准备投票 三二一投票 六号玩家投给八号 二号玩家弃票 其余玩家投给五号 五号玩家出局 请留一言 我真的是一个名 你们这一轮推错了 我感觉挺难玩的了 咱们 然后是这样的 我当时 因为你看前面是这样的 前面二三四五 我们四个人 然后六号七号 基本上当时身份 都是做好的 然后我觉得八号 九号里应该是有狼的 所以我怕 你当时说一个什么之后 然后后边有人掰扯扯 然后又给你掰扯走 如果你不坚定的话 你推错一个 你推出去一个狼 然后后边又被掰出去了 掰回去了怎么办 你现在没人帮着我 现在真是 你这个就是生推的嘛 你把我推出去 然后后边的人 也没有人帮我掰扯 所以我现在 我这个名应该是坐实了 你想想看 如果要是我有团队的话 后边的人 其实有机会帮我 握旋一下的 我觉得这轮 把我推出去的时候 挺难玩的 现在场上三只狼 然后 三只狼 然后刀 刀也还挺多的 不过 还有一个可能 还有一个可能 你不要觉得你今天晚上 一定不会死 如果女巫是一个人狼恋呢 她可能不救你 所以说当时 你还是应该交代一下 后边的事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 推我还是欠妥了一点 反正 我是一个名 我想到的也就这么多了 你要是真推我呢 我也没话说 我也没话说 你说预言家说推我 那我怎么办 我是这么说的 我是这么想的 你们想想看吧 是不是 我死了 走 天黑 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天晚上 平安夜 从昨天出局的五号玩家 左手边 六号玩家 开始发言 我是一张平民牌 我觉得八号的发言 是一张狼人牌 你说二四五 里面有人穿了你的衣服 你又不说你怀疑 谁更加是一张狼人牌 你不分析局势 你只说你是一张平民牌 而且我觉得你发言的状态 跟狼人的时候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八号像是一张狼人牌 七号就把八 他当时还在想 预言家是不是跟狼连在一起了 你七八是不是被连了 反正投八 我不管 我吃一张平民牌过 上一轮看了一下票行 五号出的是 五号这一言肯定自己就是皮狼了 还在掰吃 他出的就是皮狼 九号发言太好了 九号在我这肯定都不应验就是好人 然后五号上一轮说的话 说狼队有后置归票 我就知道我后边八九里面应该有一匹狼 然后上一轮看了一下票行 可能二号棋票了 我说了上给五号 我都说上给五号了 就二号六号没上五号 二号棋票 六号上给 上给的那个八号 你怎么老针对人八号 人八号这轮怎么就是狼了 人爬爬了 人都不想玩了 对不对 八号就是狼 我昨天晚上验的 这轮出八 下轮出二 就赢了 这没坏人了 我觉得厂上 六号 六号是我昨天晚上验的 是金水 然后又验了一下八号 八号这轮直接出就行了 这轮先把八出了 九号肯定是肯定是好人身份 发音特别好 出八出二都可以 这轮也别瞎便了 这轮就把八出了吧 然后下轮再出二 这轮要不是我验的八 我都不信八什么 没办法验出来的 那只能走吧好了 过了 您的isiej 拿什么牌都是狼 哎呀说什么都是狼 这脑门上纹了伸的人 就是个狼了呗 你们可真有意思 发什么咽的有问题 发言没问题 眼神有问题 你还咽我 哎呀我天 你愿意偷 偷吧 过来 你们大家不觉得 预言家发言很有问题吗 他前面说的是 第一晚他说 我没有咽三号 后来又改说我咽了三号 上时候咽的八号 八号使之狼 八号没爆 没炸出来 上时候咽的三号 这真不是啊 我还以为能炸出一只呢 没炸出来 三号是我给的金水 上时候咽的三号 然后他说 下一回合我又咽八号 前面他又说了一句 我咽六号 六号是我金水 八号是我咽 八号是一匹狼 八号就是狼 我昨天晚上咽的 六号是我昨天晚上咽的 是金水 然后又咽了一下八号 八号这楼直接出就行了 有次能发言的预言家的吗 预言家发言的时候 不是应该先告诉我们 他昨夜咽的是谁 该怎么怎么归票吗 两轮都没有留锦辉 也都没有考虑到 自己会死的一个问题 你不觉得这预言家 很有可疑吗 我觉得这个预言家 不能留啊 这锦辉不能留给他 如果他是预言家的话 他肯定是跟狼连在一块了呀 这轮肯定把预言家 锦辉先死了 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我觉得 我是觉得 这已经没法玩了 我觉得预言家太大问题了 上一轮我就怀疑他了 我觉得五号是一个名出的 过吧 我觉得已经输了 我觉得也是 我觉得这位应该出7号 我认为 我这把肯定有人狼猎 我觉得 同样情况 秋伯特还是没出来 那秋伯特还没出来 说明什么 秋伯特潜伏着 跟他的同伴 就是一个狼 一个什么 在一起 我觉得跟上一句 可能一样的 我感觉这一般就是 说句话 我觉得就是 就是出7号吧 说句话过了 你们没有人跳女巫吧 我是女巫 行吧 你该跳秋伯特了 好吧 前面没有秋伯特 你只要说起 你只要说你是秋伯特 我就信 然后今天头死8号 然后我毒死他 好吧 我想一下 是不是这样 然后7号 要看是不是必胜局 我看一下 7号验了 6号是一个平民 然后8号是 狼人 然后 即使血沿是一个狼人 那 也 想一下 那就行了 我觉得你是秋伯特 你是秋伯特 然后6号平民 然后 9号 2号里面 有一个狼人 我是女巫 好吧 7号一定是原家 就现在你们没有人 跟我只女巫了吧 我是你只女巫 对吧 女巫说的话 你们总信了吧 好吧 现在一个女巫 和一个原家在一起 就说她肯定是原家 我觉得 如果是你们是好人 那应该信吧 头8号好吧 你如果是秋伯特的话 那你也跳出来 跟她一起说头8号好吧 行吧 我是我是这个意思啊 过 那如果我是个狼人呢 如果我要吃翔呢 我是个秋伯特 然后先按照她的来 先头8 然后马上干2 可以 可以 过 全体玩家 发言结束 准备投票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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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思考 不能交流 我将倒数五个数 不能跟票 五 四 三 二 一 二号 八号 九号玩家 投给七号 其余玩家 投给八号 八号 玩家出局 有一言 玩什么呀 这排张我身上 没拿走啊 又是虚弄 我本来说临走之前 我得刀一个一带二的 也没刀上啊 你们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再来一刀呢 享受一下狼人的快感 哎 下 哎算了 说什么也没有用 长的就是狼的脸 狼的友 希望你 你 你来一个快感的刀 好吧 我来台下为你加油 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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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家自爆 游戏结束 平民获胜 现在让我们回到游戏开始 看一下这剧游戏都发生了什么 第一晚 狼人睁眼确认同伴 手刀一号普通村民 三号女巫 在被丘比特连中之后 一直留着两瓶药 七号预言家 首页查杀十号 这都直接查杀十号 十号狼人自爆离场 带走警徽 并指刀十一号猎人 就是我们 我们队伍里已经没有 没有人有机会去掰了 那这种情况下 我就是铁狼 预言家的身份一定会做事 我就是铁狼 我是铁狼的情况下 其实 其实除了 其实除了自爆 其实除了自爆 没有别的方法 这就是除了自爆 没有别的方法 好吧 厂商狼人 在黑夜刀掉十一号玩家 十一号玩家 犹豫再三 并没有发动技能 你把枪开了呀 你怎么那么怂啊 你怎么那么怂啊 你是枪牌 我都知道你是枪牌 然后还刀你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 而且我最后 为什么要犹豫那么久 就是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 我就是猎人 但是我不会翻那张牌 我翻的话 我就要发动技能 因为现在就是名 就好人这边是 就是比较有优势的局 我这时候没必要去赌这个 虽然说毕游佳已经指出来 是五八吧 但我觉得他这种猜的 我是看不出来什么逻辑的 就在我个人看 所以说我没办法按照 他的这个逻辑去 是五八这边选择 被抓住发言漏洞的五号狼人 也接着被投出 我感觉是 确实是狼是劣势了 因为预言家坐住了 然后狼走了两个 就是我不知道现在 那个丘比特怎么言吧 如果丘比特连了两个好人 然后一刀下去 死两个好人 可能还有点戏吧 不出所料 晚上狼人都中了情侣中的 七号预言家 同伴女巫伸出援手 使用解药 预言家继续工作 查出六号好人身份 但在白天 七号预言家一句推理 声称查杀八号 八号就是狼 我最想验的 你如果是丘比特的话 那你也挑出来 跟他一起说投八号 好吧 行吧 我是这个意思啊 过 三号接到暗示 示意丘比特抱团投出八号 八号玩家被投出 二号二号二号 二号二号 唯一的狼人二号 放弃抵抗 选择自爆 如果我是狼刀的话 那样肯定是三次中选一刀 肯定不会刀 肯定不会刀十一号 十一号 谁都知道是这样的 六号第三也验了 我没验了 八号没验是吧 其实无所谓 我干嘛也验八号 我验出他二号人 他就是狼 那我说就是说查杀嘛 他我最后就跟他说是 二号一号也是了 二号没上五号 我就跟他说赶紧从我清理座穿 他说我还能够好人 九号最后差 给我关于手都慌了 不是因为你的关于 真的是很差啊 我这有班提炒的 不是这个东西就是 也是没乱乱 最后要真是人狼练 那怎么样都办不来了 最后一轮 我就让你肯定是被连了 我有一刹来怀疑 你们两个被被连了 他们差点被他这么图包 对啊 我们俩被连我干嘛 你不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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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开始第二轮游戏 请所有玩家看牌并下注 本轮押注 所有玩家均统一押注三枚筹码 天黑请闭眼 丘比特请闭眼 丘比特请闭眼 你可以指定两位玩家成为情侣 丘比特请闭眼 情侣请睁眼 情侣请睁眼 情侣请互相确认身份 情侣请闭眼 天亮了 现在开始警长竞选 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请举手 一号 二号 三号 八号 十一号 从十一号玩家开始发言 十一号发言 十一号是一张强身牌 然后防对跳的 然后现在 竞选的人数比较多 我看一下 如果有两个以上的预言家 对跳 就绝对可以给我 好吧 先这样 因为十一号现在第一个发言 八号玩家预言家 昨晚查杀七号 我看看还有没有跟我对跳 现在还有比我在阳光的身份吗 我并不信 然后十一号强身 后面你们看发言 然后我要是验的话 十一号强身 我暂且相信 我会往后验的 所以你们发言都好点吧 我容易验你们 查杀你 过 该我是吧 确实八号那个什么 一上来 如果再拉到狼人的话 我觉得一定是很郁闷的心情 是吧 结果看起来这么高兴 按理说我该信呢 但是对不起 这一次我是预言家 在竞选了那么多次过后 一直没跳过预言家 但是这一次真的是 所以说八号应该是一个狼人 然后昨天晚上验出了一个狼人 是十一号 为什么验十一号呢 因为我是觉得 在场大多数玩家 大多数玩家 大家都是可以听发言 好像都是可以听得出破绽的 如果是狼人的话 但是十一号玩家 没有人听过他发言 大家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样 所以说我验的十一号 验出来确实是一个狼人 所以说这很显然的一个狼人之间的配合 对吧 一个跳绳 然后一个跳预言家 出来 希望最后就是警长到那个跳枪绳那里 好吧 我是一个预言家 然后验的十一号是一个狼 然后八号这么对跳 我认为应该是一个狼 然后如果有景辉的话 按之前的玩法应该是要验谁 然后景辉给谁什么的 对吧 我觉得之前陈子那个做法挺好的 好吧 然后那我就 这个到底是应该在这个什么 在井上的人那里面验 还是在井下的人验呢 这样吧 我还是就按之前那个说法 我在九号 因为七号我认为被八号踩了过后 大概率会是一个好人 那我可能会在九号十号里面验 然后还是 我先验十号后验九号 好吧 我 这是我的那个验人顺序 如果我第一 如果我想第二天我如果被杀了 然后我验出十号是一个狼人 那我就直接把井会撕了吧 或者是给七号其实不那么敢给 那我就直接撕了吧好吧 如果验出十号是个好人 就先给他 然后接着验九号 好吧 我是一个预言家 这是我第一次跳预言家 他朋友好激动 我过 二号 二号身份 二号是 现在有两个跳预言家了 然后三号说那个 茶茶十一号 十一号是上来就跳了 而且是发过言的 是能给三号带来信息量的 的一个人 所以说我觉得三号 三号跳这个预言家的话 就茶茶十一号 我觉得是有些额外信息的 我觉得 至少我觉得井会不能给三号的八号 我觉得给十一号也不好的地方 我觉得可以考虑给二号 因为二号新手玩家嘛 而且就是二号的话 就是那个 我觉得拿紧怀是OK的 我觉得拿紧怀是OK的 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觉得一号的话 也有可能有身份 因为一号老玩家 一号老玩家 而且玩得也很好 如果说一号是 结果一号是狼的话 那给到一号身上也不好 就是我觉得给二号比较好点 就我建议几回给我 就是吧 一会再听下发言 过了 又到了一号carry的时候了 这个 我只能这么说了 说多得太奇怪了 我也不是神 我只是个名而已 我这一轮上来竞选呢 不是因为我感觉到了 强烈的杀意 而是我看出了好多人有身份 但是既然这个局面 如此尖锐 如此对立面分明 其实这个时候 不给身份 才是帮好而已 对不对 你画出谁人有身份 狼人不就好刀了吗 当然了 如果认同三号的观点 十一号是一头狼 当茶沙 那这个八号KK小神 也是一头狼 这两狼是必须出的 对不对 那给谁呢 那毫无疑问 十一号在他的这个里面 是一头茶沙的狼 八号是他的狼同伴 十一号这个强神 就不作数 那只能给驼爷 我是名嘛 给我没有任何意义 我是在帮好人在分析 那如果认同KK小神的观点 他只是茶沙了一个七号 他没有在井上捞人 但是三号做了一件 很错误的事情是什么呢 既然十一号是你茶沙的人 对不对 八号是他的狼同伴 假愿家 你为什么不把锦徽归一二呢 宴一二呢 这是一假 这是狼 对不对 假神 那一二你告诉我是不是神 你为什么不验一二呢 你为什么要验九十呢 我没懂你的逻辑 举手的图成局里面 举手的大概率是神 很少有民举手 大概率是神 所以你的井徽理论上来讲 应该怎么样呢 在一二里面选一个人验 而且你也听不到他们的发言 一二选一个 河下捞一个 才是命中率最高的 你在这个地方有失误 不管你是不是真一员家 我指出来跟你听 我只是一个名 我建议大家 做名的考虑来说 保险起见 井徽非给二 因为我现在确实无法判断 只能说三号 一次打死两个 八号只打死一个 只是这么一个对立面而已 过 一号玩家退水 井上还有二号 三号 八号 十一号 四位玩家 其余玩家准备投票 三 二 一 四号 投给十一号 七号 投给三号 九号 投给八号 十号 投给二号 从二号开始发言 二号 二号 二号的话 成分是好成分 我觉得的话 就是井徽可以给我 我一号刚才分析很好了 我觉得 就给我风景最小的就是 给我风景最小的 因为如果 如果我是狼的话 如果我是狼的话 我觉得我在 我在位置 我肯定会帮狼同伴的地方 因为 你可以看到刚才 票的话是很分散的 如果说我去帮同伴拉一把 很有可能就拉到水民一票 真的拉到水民票 或者是狼统一一下 就很有可能就把井徽抢下来 所以说我觉得我身份是做好的 然后一号身份应该也是做好的 所以说我建议 这个给我比较安全 但我觉得三号 三号我是比较坏 因为三号 只说要查杀十一号 我认为就是 这个话 我认为可信度不是特别高 但是我觉得的话 也不能上来就出 我觉得 可以三号和八号先等一下就是 先看一下 这可能再说一下 坐一圈 过了 我觉得这个投票好有意思 然后四个人每人一票 然后之前老B说的是 说我有个失误 我为什么演井下的人 因为之前 不是有这么一个规律吗 就是井上的人 很多都是感觉好像是神 对吧 但是神很多都是能够自己 证明自己身份的 比如说女巫 比如说猎人 比如说丘比特 我认为这个时候 可能是在飞神里面验 飞神里面验 会不会更好一点 因为你验一个 他本身自己就能证明是好的人 我觉得很可能是浪费的一验 我觉得在平民或者那个什么狼的 这么一个选择当中 我去做这么一个选择 可能会更好一点 这是我为什么选择 可能在九十里面验 但是现在我如果再验的话 还是应该会在这两个人里面验 然后拖页说的 说我只提供了11号 这么一个信息量 这个我也没有办法 我就查了他 我还提供什么信息 我确实提供不了别的信息 我能给你提供的信息 就是我为什么要验11号 我说的很清楚对吧 他发言没听过 没有人了解他 对吧 所以我验了11号 我觉得这个思路 还是很清晰的 然后中央重点来了 这是投票 为什么雪岩能投给11号这个票 我这个 对 是基伦投给了11号 然后雪岩投给了8号 对吧 先基伦 我觉得基伦这个投票 是我最不能理解的一个投票 能够投到11号 他跳了强绳 他跳了强绳 然后我们俩愿言家对跳 所以投给11号 对吧 是这么个意思吗 那是我说的被查杀的人 你要投给强绳的话 你能不能投给这个2号 然后雪岩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会支持8号 我觉得很奇怪 反正10号投给2号 这个我是很够理解的 因为他觉得我们两方在对跳 他决定站一边 那我觉得7号 他是名正言顺的 反正跟我投8号 我觉得7号投8号 没有问题 因为那个是报答查杀的人 他是有理由相信 那边是狼人的 那雪岩为什么能够相信 8号是一个真愿言家呢 这个我不太理解 对吧 反正那现在 现在我如果拿到锦辉 我的验人我觉得应该是 我还是先验 我想一下 我觉得 我觉得4号是可以不用验的 我觉得先验9号 如果是一个好人的话 我觉得可以直接 当然其实直接投 如果我拿到锦辉 如果大家信任我的话 其实9号投完之后 然后4号8号 然后11号 先11号这个查杀对吧 然后8号4号 顺着出就可以了 好吧 我是一个预言家 昨天晚上验的11号 是一个狼人 我过了 到了 11号跳强声 你敢查杀他 你这预言家 我昨晚上查的是不是你 我想不起来 但是呢 那也不能给你 那也不能给你 然后我肯定是一个好人 阳光灿烂 非常非常的灿烂 但是你敢验11号这个举动呢 我也不想再踩你了 就不给你 就不给你 然后呢 那我也不退水 反正呢 我肯定是一个好身份的牌 然后这个 安全体验的 我还是觉得还是头二的 好不好 11号欢迎啊 11号是觉得这样的 3号我觉得你这边 分析那个逻辑 肯定是有问题的 如果 就这样说吧 我首先我说了 我是强神对吧 但是我现在肯定不会说 我是什么强神 你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我现在怀疑你是 匪汗跳 然后再摸我这个强神牌 是不是有这个逻辑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如果我是你 我是预言家的话 你要是真验到一个人 你为什么要现在说呢 你直接过了就行了 我我这么光明 我上来就跳个强神 我还强调我是强神 对不对 我没有一点不光明吧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样 而且后面又有 对跳的情况下 我觉得给二号啊 给二号是不是最好的 而且你从 因为我确实作为 在导伙的时候 也看到你们玩很多盘 然后你的一些那些逻辑 比如说你刚才说 验我的逻辑 我觉得就 确实很始终很统一啊 就在你看来我觉得 是始终很统一个轮 就稍微有点场外 就是我没说过话 你就要验我 对不对 那我都已经跳强神了 你干嘛非要来拍我呢 你直接等着 我后面抱我强神 然后自然有 如果我穿了别人衣服 自然有人来收拾我 对不对 但是我没有 我就是张强神牌 我们这样吧 既然景上都PK了 我们发了三轮言 对吧 先给二号 没问题吧 先给二号 如果二号就是 而且关键是二号没有认强神 我更觉得还是应该给我 但是 如果你们觉得我这样说 有问题的话 那就先给二号 我还是认我这张强神牌 我们再听一轮发言 你如果觉得你错了 你就赶紧说 好吧 我觉得你是在硬 硬撑着呢 改过改过的感觉 我这张牌 我知道我是什么牌啊 对不对 四号投我很 四号投我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任何问题啊 我是强神 你们两个预言家对跳 四号投我有问题吗 没问题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票 大家可以给二号 或者给我 但是三号和八号 都不能给 好吧 我们再听发言 我穿了强神衣服 我自然会要负责任的 对不对 过 发言结束 现在开始投票 五号 九号 投给二号 六号 七号 十号 投给三号 三号玩家 当选警长 昨天晚上 二号玩家死亡 请留一言 请留一言 二号 这样的啊 这样的啊 我觉得啊 这局 八号 八号刚才退水了 刚才 我不退水啊 八号退水 那天三号的警 应该做死了 我觉得 三号警长分应该做死了 二号 二号牛啊 二号牛死了 死了 那你后面看着万吧就是啊 后面看着万吧 那个 那个 我 我觉得 八号 到底 你是不是 那什么 到底你是不是语言家 我觉得 你应该 应该不是语言家 我觉得 你刚才你退了 刚才 刚才你退了 我希望这轮 就 我觉得这轮要解决一下 这个问题就是啊 三号八号到底是语言家 你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吧 就是啊 过了 游戏继续 从警长左手边四号玩家 开始发言 我是个谜 好吧 不装了 我是个猎人 信不信啊 你信不信啊 信 信了 你信不信啊 你信不信啊 十一号信不信啊 不信 我是个猎人 啊 昨天你们的一举一动 我都看在眼里的 笑什么啊 很好笑吗 好吧 如果有敢跳我的啊 十一号亮一下身份啊 女巫都死了 八号也亮一下身份啊 好 过 当时警察投票是这样的 就是 我感觉十一号 有一点聊暴的意思 我本来是想给三号的 但是我又怕他是没说清 因为我也是不太熟 不太熟的这个套路 我本来想给三号 但是我觉得给二号更稳妥 因为是这样的 两个预言家都是认二号是好身份的 那他肯定是个好身份 就是三号八号 还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但是二号一定是个好身份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 就是当时那种情况下 我已经其实心里 是觉得三号是预言家的概率很大 因为十一号 他那个发言怎么听都不对啊 那个十一号在说什么 你是不是验错了什么 人家都报你茶杀了 我还是认我四张强盛牌 我们再听一轮发言 你如果觉得你错了 你就赶紧说 反正我觉得十一号那个发言 有点聊不动啊 但是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格瑞第一次发言啊 他后边又说的好像有声有测 我又不好说 一棍子把他拍子 我觉得还是给二号最稳妥 但是 刚才八号这个又很奇怪 八号什么情况 八号 我听他后边那个PK的意思是 他不是预言家 但是他又不退水 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预言家 你一会一定得聊清楚 这什么情况 反正 但是 但是 三号这个茶杀今天走不走啊 我 我觉得 这个茶杀能不能走啊 要是 你说 我心里面还是稍微有一点嘀咕 就是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这个走茶杀就一定是对的 但是我心里面 现在目前是倾向于三号的 然后后边的 八号十一号 你们多聊聊吧 你们多聊聊吧 然后 我是个好人 过了 我觉得五号的心里挺崩溃的 那想捞一下十一号 想捞一下八号吧 又不是很敢捞 你好人发言的时候 你是一个会玩的人 你在这个情况下 你听不出来三号是让真的预言家牌吗 八号他顶上第二轮发言 都发生什么样子了 你还认识是张预言家 在八号不是让预言家牌的情况下 那谁还能做预言家呢 只有三号跳预言家的 预言家在哪里呢 八号他第二轮都没说自己是预言家了 发言都发生那个样子了 你又说十一号聊爆了 那八十一不是两郎是什么呢 在这个时候你还要去捞他 还要去质疑 三号到底是不是呢 是吧 我站不站边呢 我到底应该就我的郎同班呢 还是支持真的预言家混一混呢 所以我觉得五号的心态 应该是这样子的 而且五号他是第一轮 唯一一个没有上票的人 我也没有上票 我是个好身份牌 第二轮我是投给三号的 是五九投给二号的 那老人就是八九五十一 交牌吧你们 我是个好身份牌 你一定要招来清楚你的警惠流 祝你好运过 这四号干嘛老看着我呀 刚才 老看我是不是要崩我呀 我是好人啊 我是第一个被八号捂的 第二轮八号 先不说八号是不是狼身份 那八号刚开始挑预言家说查杀我 后来又说自己不是预言家 那说明他肯定不是真的预言家 那当他说不是真的预言家的时候 那已经知道三号 就肯定是真的预言家 我两轮上票 第一轮他无我 我肯定是信这个人家 对吧我上票给三号 第二轮上票给三号的是谁 是六七十我记得 六七十三个人上票给三号 我觉得这是思路清晰的 五号之间上票给二号 会不会有这样一个心理 五号是五号和谁啊 和九号还是我忘了 反正五号和这边有一个人上票给二号 会不会是因为狼人的心理 狼人心理 我先把警长给二号 反正我晚上杀的是二号 对吧 然后二号这轮肯定死了 那死了呢 他警长就也不好说了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心理在 十一号我觉得肯定铁狼人了 他那个发言到第二轮 他的发言的时候 他还去去聊三号 而且他要是真的是好身份 那三号这么杀杀 你就应该斩惊结写说 三号他就是一个狼 没这么说 十一号没这么发言 十一号发言太软了 所以我觉得十一号这个软发言 他绝对就是个狼 那三号 那所以在我认定的话 三号绝对是原家 那六七十三个三个人 是我认定的好人 八号我不知道 看一会八号自己发言 我觉得不能第五次 再拿狼人了吧 而且我看他拿牌 那个表情也不太像狼人 但是他那个表现就是狼人牌 一会听八号自己聊吧 但是其实我又考虑一下 我觉得八号可能真的 不是狼人牌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假如说是一个民身份 他竞选了 然后他发现三号爆了一个 茶茶十一号 茶茶十一号 他自己知道自己不是真的原家 但是他可能也不会完全信三号 所以他不遂选 我觉得也有可能八号是好人 但我不知道 我只能确认的是这轮 至少原家是三号 六七十是好人 八九十一肯定是铁狼 然后八九五 这三个人里面 应该是有两皮狼 四号猎人身份应该坐实的 没人敢跟他对跳的 过了过了 听八号发言吧 听我发言 三号其实他踩了一下 这个十一号枪声 我开始 我开始 我开始说茶茶你之后 为什么我在他这儿让了一下 我就感觉你是语言家的话 那十一号枪声的话 他哪张枪声你踩完他 他都能弄你 对吧 所以我感觉你这么发言的话 也不像一个汗跳的 我就是为了表明我一个好身份 所以我支持都不下去 就是这个原因 七号我刚说完茶茶你以后 其实我也想听听你的发言 我茶茶到底是我忘了呀 还是你真是一个狼 你刚才这个发言之后 你别聊四号一直看着你 其实我也一直看着你 你说完这个话以后 按照你的水准 按照你的水准 我觉得这个发言 你还是有点喊喊呼呼呼 对不对 你是好人的时候 八号就是个狼 大家听我的开认你们 那他到底是不是个狼 这不是你的发言 六号跟你站对了 所以说七号六号 两个在我这儿全是狼 我是一个好人 在帮好人玩 你们听听了 四号你看着他继续盯着他 他一会就毛了 你听我的就对 然后我感觉这个十一号呢 他既然查杀你了 你说你是个强神对不对 所以说你如果真是强神的话 那你这个景辉等于也白拿 对吧 那你要是不是强神的话呢 那我刚才让一下也是对的 这也是我们的好人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就是一个为了表明我阳光的身份 然后听了一下发言 我就认为你们两个人就没好人了 好吧 所以你也别聊我们了 我今天告诉你谁是好人 四号在我这儿好人 然后老B平民也是好人 九号你也别瞅我了 你在这儿是问好 好吧 你是九号是十号 十号是问好 所以也就是这样 你俩在我这儿绝对不做好 我是一个好人 我郁闷了这么多盘 作为一个好人我要发言了 好了啊 过 我先说一下啊 为什么我第一轮逃给你啊 逃给你是因为 我觉得你第一轮查一下 其实跳的也是挺阳光的啊 所以我不会相信你啊 谁知道你第二轮就怂了呗 那我只能跳这个 驼眼了对 只是刚才发言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第三号那个预言家 你说话的感觉 让我觉得还是有点怪 但是现在没有人跳预言家 所以你预言肯定是真实的 查一下十一号的话 如果你归票归十一号的话 肯定这轮是初十一号 在我这边的话 四号猎人还是无庸置疑的 我本来是怀疑八号是一匹狼 然后六号七号五号里面 肯定还是还是有另外的一匹狼 但是鉴于六号七号 现在这个发言来说 我觉得他们两站边站得很明显 非常非常明显 如果不是好人 他们两个狼面还是比较大的 在我这边其实七号的发言 不是特别做好 他的话其实 感觉还是在帮狼人玩 没有在帮好人玩 我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在我看来 七号狼面还是有80%的 六号七号两个人 抱团抱得也有点太明显了吧 五号还是有一点点 五号你想想应该是跟我一样的 为什么会投给推 就是因为觉得三号八号 两个人都不可信 十一号是不敢上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俩上的是二号 五号在我这边 身份还是偏好的 所以十一号的话 听他发言吧 因为十号上来还是上给三号 所以在我这边 十号身份也是比较好的 目前我觉得狼人比较大的 可能就是六号七号 八号的话 我觉得暂时还可以 刚刚那边发言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正面的一个形象 过 好 分到十号发言 十号这一局身份很不重要 但十号的发言比较重要 因为这个三号的警长 就是他的预言家肯定是坐实的 但是从前面的情况上来看 大家都看出来 就是他这个预言家就是 玩的套路不是很熟悉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 预言家的确有很多种套路可以玩 你现在拿着警徽 玩的就是警徽流套路 玩警徽流套路呢 就绝对不能怂 你刚才你看 你看我们都知道 你是真预言家的情况下 八号还能被人强行掰成是好人 十一号还能强行说自己是强神 你是不是该反省一下自己 对吧 说明你不够强硬 那么我现在就来告诉你 接下来这个游戏应该怎么玩 九号敢说六号七号是狼 说八号的身份不一定是坏人 按理说九号应该是一匹狼 那我们的狼是 那我们狼是多少呢 就是八号九号十一号 二号 我跟你说二号 现在是一个女巫走的 也就是说你明天是死定了 你死定了的情况下 这个警徽流 我跟你说 十一号随时是有自爆的可能的 所以说我现在帮你安排了 一号 验一下一号 就是现在这些人 都没有必要验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还要找最后一匹狼 一号和五号都有可能 如果到了你的回合 你有机会发言出来 那你随便验 我听你的 如果你没有机会发言出来 验一下一号吧 好吧 老B我真的不是不信你 好吧 我其实就是不信你 因为你的身份举足轻重 因为四头狼 我们总有一只是落网的 落网的 那预言家死了之后 我凭什么保证剩下一个人是谁 对吧 那你的身份如果坐实了 后期预言家仅会给你 你来带队 对吧 我听你的 一切OK啊 对吧 有什么问题 那么 就是你要是想验啦啦啦 给啦啦啦发个精神 让啦啦啦来带队 我也没问题 反正一五里面你挑一个 那如果十一号自爆了 请你验一号 好吧 那么我这边因为后面十一号 他既然不肯自爆 那他肯定是有很多言要发 那么为了让大家 不去听他的发言 我就再多发一会 就是这个 我跟警长们说一下嘛 就是这一局我是个平民 就是十一号这个强声是立不住的 因为四号敢跳猎人 对吧 四号敢跳猎人 那你要么你是猎人 那投你出去你把那个假猎人带走 怎么样 对吧 我真不信你 我真不信你有本事 跳出来说我自己是个猎人 我把四号带走 你有这个本事吗 你肯定没这个本事 你没这个本事 你就是一只狼 对吧 八号的发言都差成这样子 八号查杀七号 那按你的意思是说七号是一只狼 然后八号查杀七号 所以说八号是真鱼演讲 你又不认八号是真鱼演讲 你怎么捞八号 对吧 我跟你说 为什么我说不用去查九号 就是因为他这个发言实在是太像狼了 你最好不要去查九号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接下来还有 其实我们吃狼 人狼链的亏也吃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考虑一下人狼链的问题是我们后期需要的 我们后期需要的 所以说这个警徽 警徽 警一号五号 那是因为现在打的是警徽流 对吧 警徽只能落在一号和五号的手上 但是因为狼都被我们查出来了 这种情况下即便 即便警徽落在了人狼链的人这方的手里 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只要把狼推出去就可以了 狼推出去 那个人狼链的人不就走了吗 对吧 所以说 就这样吧 老B 那等一下还有你的发言 还有警长的发言 那么希望警长可以好好听我这番肺腑之言 因为我之前玩了一盘预言家 结果输掉了 这个全都是我的责任 全都是我的责任 所以说害得人类输掉了 那么这把我不希望 下一位预言家再重蹈我的覆辙 好吧 那么就这样了 请11号发言 11号发言 11号这个牌爆不掉 你懂吗 是这样说两个逻辑 我最开始是 第一我是怀疑 三号是飞翰跳 我一直是这样说的 但是这一圈停下来 我一直等的是 后面这六七八九十 我一直等你们谁 跳一个 预言家 说他是汉跳 一直都没有人跳 那怎么办 他就是预言家 对不对 他预言家 我不知道你第一页是怎么验的 你要是验了个精髓 你就丢个精髓 你发言阳光点 一样会有人帮你玩 对不对 但你为什么抱我吃茶沙呢 现在4号都已经跳猎人了 然后2号说他是女巫走的 呃 2号 2号女巫啊 2号女巫死了 死了 那你后面看着办吧 就是啊 后面看着办吧 我觉得是一个会玩的人 他会说自己是女巫走吗 你想想看 那我是什么 我就是女巫啊 他2号上来报个她是女巫走的 那下一页不就当你 你还能说话吗 不信你就投我吧 好吧 你归票你要投我 你就投我 我在这儿是肯定不敢说 你晚上如果说 要归我出去 我肯请大家不要去投我 也不要投他 我们投一个 就投个8号好吧 他跳预言家呀 我一开始以为他真的是预言家 你知道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 如果不投我出去 我保证晚上3号 会被我毒死 哦不对 这个逻辑是1号如果跳冤家 如果一圈人都没有跳冤家的话 3号你要被杀我救你好不好 我就是个女巫牌啊 走不动啊 我抱不掉啊 过 我真是憋得够呛 我憋得够呛 我憋得又要死啊 真的是 11号你这个发言是什么呀 你告诉我 1号如果是真运人家我退水 你逗我呢 你就是狼 你装什么装 装女巫你也活不过这一轮 你装猎人你也活不过这一轮 你就死 四头狼找齐 5号 8号 9号 11号 应该是理论上的四头狼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只有一个疑点 是什么呢 KK小神如果还是狼 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他拿的是狼 我觉得他这轮不像是狼 所以我有一个求稳的方法 你只有一验了 愿家听清楚 只有一验了 驼爷绝对是女巫走 驼爷这个人的性格是什么呢 很简单 我拿到身份牌了 我不想犯错 不过我想把好人赢 这是驼爷的逻辑 驼爷是绝对干不出来自刀这种事情的 所以不要去考虑驼爷是什么自刀当身份 因为他如果自刀当身份 他不能跳出来说我这是冤家吗 我查杀三号吗 对不对 所以他绝不是自刀 他就是女巫走 冤家现在只有一条命 我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你不是想分边吗 很简单 11号铁狼对不对 你的查杀 今天走11号 你去验8号 如果8号是一个狼 是不是5 8 9 11 我们就直接赢了对不对 这是不是一个最简单 最合乎情理的逻辑 当然你要验1 5中 让我带队 你验1我完全欢迎 你把紧灰砸给我 我直接把8号干出去 我绝对把它干出去 好 那现在吵完了之后是怎样的呢 我不知道邱比特在哪 邱比特可能是谁呢 可能是10号 可能是6号 不太像是7号 如果JY打的邱比特 JY不会这么缩 你看 以我对JY的了解 他不可能那么多 4号是猎人 5 8 9 11是4狼 但如果有一头狼藏着 我想想 如果8号真是报名 有一头狼藏着 你的警会这样 我怕11号爆 你的警会这样 我觉得你验我 你今晚上验我 你把警会飞给我 我帮你carry 我不管你信不信我 当然你要验其他人也行 我觉得11号随时很不好 不 我确实更相信 老B是确定的好人一点 而且我还觉得 这轮一定是有人狼恋的 因为我觉得11号 是一个没有团队的人 然后那边一帮人 开始互相踩 然后我觉得反正 这盘狼人 你们自己也注意 我认为是有这样练的 然后10号程泽 我觉得你那么 就是很奇怪的强行 要改我的验人顺序 就让我感觉是 有些图谋 就我 我想的本来就是 验一下9号血炎 血炎如果是狼的话 那就基本8号是狼 然后拉拉拉 那个发现真特别像狼 我反正 4号是猎人 这是肯定的对吧 那就是开始 主要是拉拉拉 最像狼的一点 是什么 当时那个投机长投驼耶 知道吗 狼人是知道他死的呀 我觉得这是拉拉拉 最像狼的一点 其他都不说 就这一点特别特别像狼 然后 而且这一轮拉拉拉的发言 和上一轮他当狼的时候 是一样的 一样是在 我是一个好人 大家不要搞我呀 然后 拉拉拉当好人 那时候发言 基本都是在帮人去找那个 说分析其他人 但是他当狼的时候 会帮自己辩解 所以我认为拉拉拉拉 是一个比较 我认为的狼 这个反正没有验 这个是我认为的 然后我想 那就是现在我要验 反正11号肯定 先别说这事啊 那么问题来了 现在就是 我们得验 我认为我还是应该在 反正头 肯定我现在最怀疑的狼人 就是5893个人 所以我认为 老B的思路 是和我基本一样 我甚至也想过去验8号 因为8号如果是狼的话 比如说9号 就他们头8号 或者头2号的行为 都可以说得通了 这5993个狼人 这个情况 所以我认为 老B作为一个思路 和我很相近的人 我相信他是一个好人 而且不会是一个丘比特 我下一页 应该我觉得 我会指着狼人去验 然后如果 我先这么说 随时防止去好保 我会验 我会验 我验8号 我验8号验完之后 如果是好人 验回给他 如果他是狼人 我会把警徽给4号 因为这个狼 这个猎人是没有人掰过的 这个是全场都认的 然后4号 你以后注意看时机 司警徽 好吧 因为我认为这局 应该是有 很大概率是有人狼链的存在 就是我验了8号 也不行 不对我要验9号 8号是不能验的 8号那个行为 有可能是一个人狼链中的 也不太像是吧 但是我觉得他有可能是 有可能让我验他 仗着自己是一个好人身份 然后在做什么 我觉得验 我还是按我之前说的 我验血炎 如果他是好人 我会把警徽 哦 他投票是 他投票是有可能因为他 有team的 哎呀 你这个 果然是一考虑球比赛的情况 就很恶心 只能验一个人 你管这么多男的 好我颜期好 我颜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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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 我一定要确认 到底女巫到底走没走 对不对 我要跳一下女巫 第二要是我想看一下狼队里面 到底是什么情况 有没有人抱团 有没有人狼练 大概就是我为什么要拖这么久 另外一位 可能有很多刀 我应该是怎么样 你不住 你敢不住 我应该是什么 你不住